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能用韭菜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不炒也不腌,方法简单,一顿一大锅都不够吃,下面开始吧 准备一把新鲜的韭菜,先切成小段 把韭菜叶子全部放入料理机中,加入50克的清水 打成韭菜汁 打好以后全部倒入碗中 分次加入200克的高筋面粉,边倒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这样的大面絮状 下手按压,露成面团 露成一个绿色的中度卵用的光环面团 先放在一边休息一下 另准备一个碗,加入100克的温水 分次加入200克的面粉来和面 最好选用高筋面粉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下手按压,轴出面团 先在盆中揉成一个中度卵用的光环面团 露好以后放在一边,把韭菜面团也放进来 盖上盖子,醒20分钟 醒好的面团,先放在案板上露光环 然后给它翻个面 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 擀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用刷子刷上一层水 把擀好的白色面片放上来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一下会更加的贴合 白色的面片也刷上一层水 从底部向上卷起,卷得紧实一点 卷好以后撑一下 利用双手搓圆 多撒干面粉防粘 用刀切成厚护的薄片 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花形 切好的面片,双面裹上干面粉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大面片 尽量擀得薄一点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擀好以后全部放在案板上 醒两分钟 起锅烧水 水开以后下入面片 用筷子顺时针搅拌 防止粘连 煮开两锅左右就差不多了 放入冷水中过凉 捞出来放入碗中 加入两颗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 生抽 白芝麻 锅中倒油 油温升高以后下入韭菜头 全程开小火炸至 大概炸至两三分钟左右 炸糊炸成黑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出锅 盛入碗中 加入米醋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的韭菜猪耳朵面片就做好了 韭菜这样做呢特别的入味好吃 看上去就特别的有食欲 面片特别的筋道 喜欢就试试新月的做法吧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带来到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发面的小妙招 无论做什么美食都特别的香 下面开始制作 800克低筋面粉中加入5克的酵母粉 加15克白面糖促进发酵 用410克的温水来和面 面粉和酵母粉的正常比例是100比1 比例少 发面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不会发酸 搅拌成絮状 下手开始揉 最后您会得到一个偏硬的面团 找太阳去醒发 今天奢侈一把 盆中加800克的牛肉 我们这儿的牛肉30块钱一斤 打入一颗小鸡蛋 先搅和搅和 搅和均匀开始调味 加入姜末和葱末 加入5勺盐 大概9克左右 少许的13香 多来点生抽 老抽少许 三勺的黄豆酱 再来点芝麻油 中途加水开始搅拌 我加了大概有200克 最后顺时针搅拌均匀就行了 面发到体积1.5倍大就可以了 手指戳动 不回缩 发面时间过长容易发酸 吃起来口感不太好 面发好的状态 全部都是蜂窝状 取出来像搓衣服一样揉面排气 大概揉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搓成长条 下成大小不均的剂子 撒上少许的干面粉 揉一揉 使其个面都沾上干面粉 单个的小剂子揉圆 擀成面片 包上我们的馅料 随意的收口就行了 也可以包成发面露饼 包好以后不用二次醒发 热锅热油 把小包子放进来 每个都留出空隙 在烙制的时候还会启发的 先开中火 烙制两分钟 趴在锅边 从侧面可以看到底部微黄的时候 加入清水 包子和水的比例是3比1 烧开以后盖上盖子 中小火焖至收汁 大概10分钟就好了 收汁的时候在一旁看着 防止煎糊 按压回弹性非常的好 说明已经熟透了 底部没有糊 金黄酥脆的样子 这大包子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呀 启发的也非常好 掰开看一下 香味不比而来 馅料香嫩多汁 煎和蒸都可以做 我比较喜欢煎出来的口感 松软又酥脆 特别的香 喜欢就给家人做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馨月 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馨月 今天用白糖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加上两颗鸡蛋 做出来口感香酥又松软 下面开始吧 首先呢 先把鸡蛋放在清水里面 加了食盐 给它消毒杀菌 用手简单的搓洗一下 洗到上面的灰尘 还有残烈的粉变 切起干净以后 打入一个扛揍的碗中 然后呢 加入我们今天的主角 白糖 大概50克左右 用一双筷子顺时 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呢 给它搅拌到 鸡蛋和白糖 充分的融合在一块 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倒在大碗里面 在里面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粉多次少量的加入 边加边搅拌 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呢 用筷子搅拌成像这样的 大棉絮状 没有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一点泡打粉 先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使做出来的美食 更加的轩软 然后我们在里面 加上30克的熟油 加入熟油 可以使它表皮 形成一张酥皮的状态 彻底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个面团 都给它粘裹上一层熟油 然后把筷子扔在垃圾桶里面 下手揉出面团 最后呢 咱给它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表面上呈现的是比较细腻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盖上一个祖传的盖子 先给它密封的醒发一会儿 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个面团呢 已经醒好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这个面团经过醒发以后呢 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而且延展性也会比较好一点 像这样我们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先给它揉搓一下 稍稍地揉几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面团揉到表皮光滑 像这样就可以 我们利用一个擀面杖 给它擀上一个大圆饼 薄厚度大概一公分左右的面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用刀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呢我们给它分离开 形成宽宽的细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分别给它放在案板上 锅子烧干以后倒点82年的食用油 这个油可以多倒一点 油温烧到把筷子伸进来 冒小泡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关小火 把做好的生坯放进来炸制 入锅以后 等到它自动漂浮起来 我们再用筷子去搅拌 勤翻面 这样可以使它受了均匀 膨胀的更大 我们全程开文明火 小心翼翼的炸制就可以了 大概三五分钟 这是两分钟时的状态 现在已经慢慢的开裂了 这是五分钟时的状态 我们把它从白色炸成黄色 到现在的金黄色 炸成八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前用漏勺控一下油 这样吃起来不会腻 控好油以后放在篮子里面 把剩下的依次给它炸弯 白糖呢别再当做辅料了 放在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香酥可口 内里呢还非常的喧软 吃上去外皮呢 是那种酥酥的状态 用手轻轻的一碾呢 就酥的掉渣了 各个都裂开了口 特别的好看 像这样的小糕点呢 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多吃一点 吃多少都不会感觉到油腻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赶快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长按点赞三秒钟支持以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准备300克高筋面粉 加入两颗酵母粉 加入175克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中的大面絮状 下手按压 露成面团 露成一个中度来用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找一个太阳醒发两倍大 准备300克的面粉 加入150克的熟油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匀 露成面团 露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放在碗里松弛30分钟 放好的面 满满的蜂窝组织取出来 转移到案板上 撒干面粉防粘 露面两三分钟左右 把里面的空气排干净 搅成长条 下成大小不均的面积 取出单个面积 给它露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给它整理一下 全部露圆以后 把油酥切成八个小剂子 用手给它按压成面饼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包上团圆的油酥 像包包子一样收口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 从第二个开始做起 用擀面杖按压一下 会更加的均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 用叠背的方法叠起来 用擀面杖擀得薄一点 这样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从一头卷起 卷得紧实一点 后面的部分继续地擀开 用同样的方法卷起来 在尾部刷水会更加的贴合 用刀对边切开 可以看到它的层次特别的丰富 从底部轻轻地按一个屋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咬入糖馅 把口揉一下 放在案板上 用手给它按扁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锅烧热以后加油 然后用刷子给它刷一下 下了生坯 不用盖盖子 全程开大火烙制 烙制三分钟左右 底部金黄色 给它挨个地翻一个面 再烙制三分钟左右 再次翻面 这个时候已经刷面金黄色了 中途可以紧翻面 再烙制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盛入碗中 就可以食用了 我们的旋风酥饼就制作好了 面粉别再蒸馒豆 或者是烙饼去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外酥离卵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来尝试一下 亲爱的做法 我们下期再见 不停碎过 路上明天 Zither Harp